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请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那接下来两位律师通过 在观察室合议以后回到现场 他们会给出这位女士 什么样的提议方案呢 首先有请霍律师 那首先我们来回答 总结一下你们家里 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一个孩子 两个孩是他跟您前夫的婚生女 因为一些其他客观原因 登记在了叔叔的名下 出生证名登记在了叔叔的名下 对 因此他们在益胜曾经质疑过 这个孩子的身份 到底是不是他前夫的孩子 多大了那孩子 这个孩子1999年6月出生的 那也就是其实当时在他前夫 还没有跟爹 只跟您说一下遗产的反复